各位同学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是解地回方程式的一些做法 那这边其实是离线数学里面所介绍的 离线数学里面所能够解的地回方程式 就是我给你一个地回方程式 你帮我找出它的close form 它的公式解 那它能够解的地回方程式其实是有限 它说linear homogeneous recurrence relation of degree k with constant coefficient 那它的地回方程式要有这些特性 那第一个就是它的常数必须是 它的系数必须是常数 第二个它必须是线性 就是它用到的 它要定义an的时候用到前面的像 每一个每一项都必须只能是一次方 都只能是一次方 那刚刚说常系数 它的系数必须是常数 就是这边每一项的系数都必须是常数 然后必须是homogeneous 那我们常说 我们常说homogeneous就是同值的 就是这里每一项都必须是这种形式 都必须是这种形式 那它的degree k是说它所用到的就是最前面的像 跟我的an最多就是要差k像 差k像 那这个是它所能够解决的 我们所要做的地回方程式的形式 那这边举几个例子 它说如果pn等于1.11 所以pn-1 那这个就degree为1 degree为1的linearhomogeneous recurrence relation 然后fn等于fn-1加上fn-2 那这个就degree为2的linearhomogeneous recurrence relation 那这个an等于an-5 那这个是degree为5的linearhomogeneous recurrence relation 好再来下面an等于an-1加an-2的平方 好这个就不是linear 因为这个是平方向 好再来hn等于两倍的hn-1加1 好这个不是homogeneous 因为这个跟其他的不一样 好再来bn等于n-1 好这个不是constant coefficient 不是常系数 不是常系数 所以前面这三个可以解 就是符合它要解的那个形式 后面三个就不符合 好不过实际上 实际上到最后它会增加一些这种 就是说纵向它可以增加一些来解 那但是前面 刚开始能解的就是前面这三种 好那第一个定理是说 如果我只有degree为2 degree为2 然后那就是像这种地毁方程式 那实际上解这种地毁方程式的时候 我是去解这个二项 一元二次方程式 就r平方减c1r 这个你就把这个c 把这两项移到左边 就是an-c1 an-1加上c2an-2 那那个an-2的部分就当做常数 然后an-1的部分就是r的一次方 an的部分就是r的平方 他就解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把他的两个根找出来 他说如果他的两个根不一样 r1r2是不一样的话 那他的地毁方程式的公式解的形式 就是an等于α1 乘以r1的n次方 加上α2乘以r2的n次方 当中的α1跟α2就是常数 那你说α1α2怎么找 那α1α2就是根据他所给的那个 特定值 就是他的可能是前几项的值 用前几项的值来找 好就像下面这个例子 他说an等于an-1 加上两倍的an-2 那如果带这个公式的话 那我就是要解r平方-r-2 等于0 那解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那这个可以做因数分解 因数分解就是r-2乘以r加1等于0 好那r-2乘以r加1等于0 所以他的两个根就是2跟-1 他两个根就是2跟-1 那2跟-1就是这边的r1跟r2 所以这个an的形式 你就可以把它写成α1乘以2的n次方 加上α2乘以-1的n次方 然后接下来怎么就α1跟α2 你可以用a0 你说a0等于 那他就n用0带 α1乘以2的0次方等于1 所以就是α1 然后加上-1的0次方也是1 加上α2等于2 好然后a1 a1的话就2的一次方等于2 所以2倍的α1 加上-1的一次方是-1 所以是减掉α2 那等于7 那就解这个连立方程组 那解这连立方程组 你可以把这一项 这一个数字跟这个数字相加 α2把它抵消掉 就变3倍的α1 3倍的α1等于9 那α1就是等于3 之后带过来α2是等于-1 那你可以再带这边看看 2乘以3 减掉-1就等于加1 所以6加1等于7 所以看起来没有错 所以最后的答案 an就等于α1 我们说是3 就是3乘以2的n次方 然后α2是-1 所以减掉-1的n次方 减掉-1的n次方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 这个地回方程式的公式解 就是close form 看一下记得这个答案 看一下下一页有答案 看一下an是等于3乘以2的n次方 减掉-1的n次方 这是我刚刚算的 所以答案是对的 做法差不多就是一样的 做法是一样的 好再来 同样是这种degree为2的 同样是这种degree为2的 同样是这样子的一元二次方程式 他说解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的时候 万一它只有一个根 就是有重根 他如果有重根的话 那它的公式的形式 就不能像刚刚两个都是α1 乘以r0的n次方 加α2乘以r0的n次方 那样子会做不出来 他说它的形式第二项 就变成α2乘以n 再乘以r0的n次方 就是多乘一个n 其他的都一样 所以我们也来看一下 好假如说是这个式子 这个地围方程式 那它的做法 那这个也是degree为2 所以它就是要去解r的平方 -6r加9等于0 的这个 要解这个一元二次方程式 那它这个是r-3的平方 等于0 所以它就有重根 r就等于3 它有两个重根 好然后接下来就带这个公式 an 就等于α1 乘以 乘以3的n次方 再加上α2 乘以n 乘以n 再乘以3的n次方 好那它的公式的形式 就这样子了 an的答案的形式就这样 好接下来a0带进去 那a0 那因为它有n 那所以n如果是0的话 后面这一项就等于0 所以前面3的0次方是等于1 所以α1 就等于1 然后a1 a1的话 那因为α1等于1 所以这个3的1次方是等于3 再加上 这个n是1 这3的n次方 3的1次方是3 再加3倍的α2 好加起来等于6 所以 所以显然α2也是1 α2也是1 所以 它的答案 an 最后的答案 an 应该是等于3的n次方 再加上 n 下提是an 等于an-1 加6 倍的an-2 所以它等于要算 r平方-r 再-6 等于0 那它的特征解 好那这个做 因式分解 就是r-3 乘以r加2 等于0 所以 r的值 就 好 r的答案 就是等于 我下面有写答案 等于3 跟-2 所以按照 刚刚的那个公式 an 就是等于 α1 1 乘以3 的n次方 然后 加上 α2 乘以-2 的n次方 ok 然后 接下来就用 a0带 我们 a0 是等于 3的0次方 等于1 然后 所以是α1 -2的0次方 也是1 加上α2 等于3 然后 a1 好 a1 是3的1次方 是3 α1 加上-2 的1次方 是-2 所以减掉 2个α2 是等于6 好 那这两个 大概把这项乘以2 加到这里 把α2的部分 抵消掉 这边乘以2 就2个α1 加3个α1 是5个α1 5个α1 然后这边乘以2 是3 2的6 6加6 等于12 所以α1 等于12 所以 5倍的α1 等于12 所以α1 是等于5分之12 5分之12 然后α2 大概在这里 5分之12 一过来 3 是5分之15 减掉5分之12 是等于5分之3 还是等于5分之3 ok 那所以最后的an 最后的an 最后的an 就是5分之12 5分之12 乘以3的n次方 然后再加上5分之3 5分之3 乘以-2的n次方 好 这个是最后的答案 那实际上我的答案又写在这里啦 5分之12 乘以3的n次方 再加5分之3 乘以-2的n次方 嘿 那这个算是最简单的那个 地回方程式的解法 好 第一 f小题 这个是有重根的 嘿啊 所以同样的an等于-6an-1-9an-2 所以它解释 r平方加6r再加9 等于0 等于0 要解这个1-2次方程式 哈 嘿啊 所以这个公式就是r加3的平方 嘿 就因事分解哈 r加3的平方等于0 嘿啊 所以这时候的r是有重根哈 r是等于-3 嘿 两个都是-3啦 哈 所以按照有重根的那个公式 an 就等于 alpha1 乘以-3的n次方 然后再加上 alpha2 乘以n 乘以-3的n次方 好 然后再接下来一样带a0 好 那a0 的话 后面这一个就等于0 嘿啊 所以就是-3的0次方等于1 所以a0 其实就是等于alpha1 啊哈 所以等于3 然后a1 a1的话 那 因为alpha1等于3 所以3乘以-3的一次方 -3的一次方 是-3再乘以3哈 所以等于-9 然后再加上 这个是1 -3的一次方 是-3哈 所以减掉3倍的alpha2 好 等于-3 等于-3 等于-3哈 那所以 呃 这个 怎么做 好 这个把-9一过去 9-3等于6 那两边同时 乘以-3哈 嘿 所以alpha2 是等于-2 好 那带看看啦哈 那个 还有没有什么可以带的 好像没有了 好像没有 好 OK 那大概就这样 所以an 最后的an 是等于 我刚刚说alpha1是3哈 是3 乘以-3的n次方 然后 alpha2是-2 所以减掉2n 乘以-3的n次方 嘿 那这个就是他的答案 嘿 3乘以-3的n次方 减掉2n乘以-3的n次方 嘿 所以答案没有错啦 好 那这一段就先简单介绍这两个地回方程式的解法 后面大约把这两个解法把它做一般化 嘿 就是说我们这边解的都只是degree为2的 那后面大概就把degree放大啦 嘿 那这个以后如果其他的影片 还有时间录其他影片的话 大概会录这个部分 好 这一段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